近年来新北市打造许多特色共荣公园 适合游玩休憩 满足不同年龄以及族群的需求 新庄区近四年来就已经陆续完成 超过十座的特色公园 新北市近年来推动共荣特色公园 打造不同年龄及族群都适合休憩的地方 在新庄区也陆续建立不同风格的特色公园 同时安全的维护也不落下 猴市长的这四年陆陆续续也完成超过十座的特色公园 希望小朋友能够在使用这些共荣或特色邮聚的时候 能够有更安全的环境 我们也逐步的去注意老旧的公园 是不是有一些设施需要去改变或者是去更新 目前我也在逐步的踏访各个公园 新庄棒球主题公园就是其一 根据棒球场的设计打造迷你的共荣公园 垒包分别有旋转椅 弹跳床 还有棒球手套的造型设计十分可爱 另外占地广大的头前运动公园 则是有很有特色的树梢观察站 螺旋的步道是无障碍波道 顶端则有望眼镜设计 让父母长辈能够带孩子来玩 这边有休息的时候有假日 有那边都来这边 好天气的时候来这边走一走 设备越来越好 越干净 厕所什么东西都做得很好 管理得很干净 共荣公园的意涵是能提供多元满足 不同年龄及需求的孩子 其中也包括了提供特殊族群的 无障碍入境 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其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游乐空间 记者高新峰林佳珍新庄采访报导